然后就选这个照片 然后 Command 7 它就马上起来了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加字啦 这样子 哈喽大家好 我是 Tris 我是 Jackson 欢迎来到社IT Studio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的话 我们是一个知识型教育频道 专门分享网页设计、平面设计、 Facebook Marketing的一些营销策略及技巧 如果你正在关注这类型的影片 请记得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啦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 AI 里面的 Clipping Mask 什么是 Clipping Mask Clipping Mask 呢 就是说你把一张照片 然后放进一个形状里面 最近非常非常流行这种 Design Style 就比如说这个图 这个 Design 呢 它就是运用了很多的 Clipping Mask 的方式咯 你看它的这个照片 它是在这个长方形里面嘛 然后它的这个 Bag 又可以录出来嘛 哦 所以这一种呢 它不是整张照片 它就是有一个 Shape 在的 这个也是咯 你看它的 Bag 是在外面这样子的 嗯 就是它用这个 Bag 的 Shape 像一个 Clipping Mask 哦 嗯 它的那个 Shape 就叫做 Clipping Mask 这样子咯 然后这个照片也是它在一个椭圆里面这样子 嗯哼 这个它下面还加多一个正方形 嗯哼 嗯哼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 最近是非常流行这样子的设计方式啦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如何去用这个 Clipping Mask 来做出这样的效果 首先呢 就你要用 Shape 咯 我们先学习简单的 我们就用一个圆形 我们画一个圆 然后呢 我们就放照片这样子啦 这里 我们就找一张照片 比如说这个照片 哦 要新年了 嗯 新年了这样子咯 我们也是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 赫年卡 Thank you 卡 啊 广告啊 这样子的 ok 我们就有这个照片 然后 Shape 在这里 嗯哼 然后你们要注意的就是呢 那个你要 Mask 进去的那个 Shape 呢 那个 Shape 一定要在那个照片的上面 ok 我要怎样把它拿上来呢 就是直接 Right Click 然后 Arrange Bring to Front 这样子 ok 然后我就比如说我要 Mask 中间 ok 我就堆齐了 然后有很多方法可以去做这个 Clipping Mask 啦 比较容易的就是 Right Click 然后 Make Clipping Mask 直接 ok 它就在这个 Shape 里面了 ok 它就在这个圆形 如果你要去改变它呢 就是 Double Click 进去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放 Source 了 或是放大这样子咯 这样子还可以移动这样子 ok 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 Short Cut 的方法 OK Select 两个一起 然后按 Command 7 就是直接 Mask 了 这个就是 Clipping Mask 的 Short Cut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要去 Foul 这边按啊 可是我不建议所以我这边不要 Demo 了 我教大家比较简单的方法 ok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刚刚我们看到圆里面 ok 它下面再加一个四方这样子 ok 这个要怎样做呢 如果说像我这样子做 我直接按 Clipping Mask 是不行的 你看 它只会 Mask 到一个地方 ok 那要怎样做呢 有几个方法 好 最简单的 我教大家最简单的 就是之前我有大概讲过 Part Finder 啦 Part Finder 就是你可以 Cut Shape 或者是 Combine Shape 这样子 ok 我们现在要把这两个 Shape 混在一起 所以我就按第一个 这个 然后按了它就是会圆形跟四方形 这边就会 Join 在一起了 ok 然后我现在就可以 Select 两个一起 Mask 了 然后我就这边就拉过来 ok 这样它就是两个就有这样的 Shape 了 ok 我现在就做一个 Demo 怎样运用这种 Technique 呢 在 Design 上面 ok 比如说 这个 ok 我已经做了一个 Design 了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圆形嘛 然后我就是要把我的照片放进这个圆里面 ok 所以我就去拿我的照片 ok 就在这里 ok 比如说 这是 Open 啦 可能我就是要放一些 我的产品的照片 比如这个衣服 这样子 ok 然后我就把它放进去 然后它现在在上面嘛 刚才我已经讲了 要在那个 Shape 要在照片的上面 ok 然后我们就 Select 这个 Shape 咯 这个 Shape 咯 这个 Shape 我就拿出来 ok 抄去前面 然后呢 就跟这个 Shape Clipping Mask 在一起 ok 然后它就有这样的照片了 然后 当然你们也是要根据这张照片的颜色 这样子 就可以说比较好运用 让我们说更加融合在一起啦 ok 再放浅一点 给它有一点 现在很流行的颜色叫做 墨蓝底色这样子啦 嗯 就是有一点灰 灰浅色的感觉 全部是属于那种 Minimal List 的 Feeling 嗯 对 现在非常的流行这样子的颜色 这样子就看到比较舒服 嗯 然后这里 然后把它换成这样的颜色 全部都是可以从照片里面抄那个颜色出来 就会比较协调 嗯 ok 大概就是这样咯 这个呢 就换成那个前面的颜色 这个换成这个颜色 嗯 果然设计师 一分钟不用的东西 这样子就很好看了 ok 另外一个呢 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就是这个 Shape 一个窗口的 嗯 现在真的很流行这个 Shape 这个 Shape 是怎样弄呢 就是你画一个这样子 常常常常放心 嗯嗯 然后 AI 呢 这边有一个点 这个点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 直接拉 圆 哦 brown corner 然后你就 select 你要上面吧 就用 A 然后 select 这两个点 然后直接这样子拉下来 哦 就会变成这样 以前呢 我们不能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可能 哦 还要画一个架 要画 然后我画一个圆 这样子 ok 我放在上面 然后再拼在一起 然后再拼在一起 哦 这是新的版本才可以 就非常麻烦 新的版本才有这个 ok 然后就有这样子的 Shape 然后一样的 我们把我们的照片 拿出来 比如说 把我们的照片 比如说 把我们的照片 嗯嗯 嗯 放下它 放下它 一样的步骤 然后 把这个 Shape 抄出来 放在上面 ok 然后这一次我们就用 Shortcut Command 7 嗯 它就抹起来了哦 然后我们在 呃 你不用点 Double Click 也是可以的 你按回 A 然后你可以直接选一样东西的 选那个照片的 嗯 选那个照片咯 然后你就可以移动它 然后放它 这样子 嗯 ok 大概就是这样 哦 这样子 嗯 然后这50% 要把它放在前面 也是抄出来 也是抄出来 放在前面咯 大概就是这样 哦 这样子 一个简单的 又好看的设计就做好了 就是这样 哦 ok 现在呢 我就要展示一下 怎样用刚刚的那个 Shape 就一个长方形 然后那个 Bag 它是凸出来的 哦 不要凸显出来的 那个藏品 ok 比如就这张照片 这里有一个 Bag ok 我要把它用刚刚的那个感觉 所以就是一个 我就画一个长方形 嗯 就大概大概 ok 然后下面这边 它是录出来的咯 那怎样做呢 就是用你的 Pen Tool 我们回大神奇的 Pen Tool 就把这个 就是之前有教过大家 对 大家如果不明白 上面这个 Link 可以看回上面的 Link 好 我们就把它大概的弄一个 Shape 当然有时间大家可以 可以去弄得更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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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看来就是这样 哦 ok 一样啦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个 Technic 这个 加这个 把它搭配起来先 这是最简单明白的方法 就是第一个 这个是搭配在一起的 ok 它就融合在一起了咯 这边没有线了的 ok 然后就选这个照片 然后 Command 7 它就融合在一起了 哦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这样子啦 这样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记得 一定要按赞订阅及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哦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